咱们来说说another的意思和用法 首先啊 同学们 它可以作为不定代词 我们先看它的发音 发音读作another another 是个三阶词汇 阿是若读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阴节 第二个阴节 三个阴节 从第二阴节中读的 another 好 它翻译成另一个又一个 但一定要注意啊 常规来说 它是指三者或三者以上中的 另外一个范围 一定是至少是三个 而这个another 你看它把它劈开之后啊 前面是个冠词 an后面是other 咱们就不得不再说说啊 这个an的意思是一个 是吧 这个one也可以作为不定代词 而other 也是另外一个单词 叫做其他的啊 其他的 它不能单独使用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another了 范围一定是三者或三者以上 咱们看更多例子 它必须在床上再待两天 那看待的次数不少了啊 he must remain in bed for another two days 你看 再待两天时间 for another two days 就再待两天 这句话来自我们新干英语 第一侧第一 就是三颗的原具 再看 你能给我看看 另一条蓝色的裙子吗 你看你在商店里面看到的裙子 一定是很多 不止两条 两条的话呢 那开不成店了 一定是三者以上的 那么你看 Could you show me another blue dress Could you show me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展示 another blue dress 另外一个蓝色连衣裙呢 对不对 你看范围之内 另外一个 它取得我们新干英语 第107课的原文 再看 让我再看一眼 Let me have another look Let me have another look 另外的一看 同学们 是什么意思 就是再看一看 是不是 看了看了看了又看 是不是 我们新干英语第一侧的 第127课的 再看 你在 你要再拍一部电影吗 这我们133课的 Are you going to make another film Are you going to make another film Another film 看来拍的电影呀 一定是不止两三步了 是不是 所以说用 another film 另外一个 至此记住 another 是不是 包括这个one other another 都同这个记住 好同学们 如果你要想不走弯路 学好英语 系统化 学好的话 我强烈推荐同学们学习 新概念英语 第一次的经讲 这本书是从零基础到初中毕业的难度 那么覆盖内容是144课 144课学完之后 你用词汇量达到1300到1500之间 加上我们的补充 那么144课每一课 我都讲解了有四个章节 分别是从简单的听力到根读 再到单词 拦路或者讲解 再到我们课文的具体分析 主干下修士 再到我们的语法归纳 希望同学们不要走弯路 从这里开始就是正确的起点 同学们我们再见